他不由自主地甜甜嘴唇,全身上下,仿佛都在叫嚣着,吸他吸干他,白里龙岩露出魅惑的笑容,狭长的黑眸,闪过一道妖艺的光芒,他放下手中的酒杯,微凉的大手,放在那蓝天月脸上柔声问道,你的脸怎么这么红,是不是太热了,热好热,那蓝天月脑子开始有些迷糊,只觉得,身上到处都在热,那薄薄的衣服,变得累赘无比,他伸手去扯衣巾,却本能地觉得不对,你,你还没有告诉本宫? 来这里干什么?那蓝天月停下动作,用力瞪大眼睛,看着白里龙岩,本王都已经费尽心思,做了这么多布置 难道你还不明白吗?白里龙岩挑眉,笑得无比邪气,当然是要和你动防了,动防,那蓝天月喃喃地重复了一遍,半天才反应过来这句话的意思,本宫什么时候答应和你动防了,真的不要吗? 白里龙岩双手撑在那蓝天月两边,低头在他耳边喃喃说道,白里龙岩双手撑在那蓝天月两边,低头在他耳边喃喃说道,那温热的气息,喷在那蓝天月,小小的耳垂上面,他忍不住全身轻颤,伸手用力抓紧白里龙岩的衣巾,既想把他狠狠地推出去,又想把他狠狠地拉过来,矛盾的情绪,在那蓝天月脑中激烈交锋 他抓着白里龙岩衣巾的双手,忍不住颤抖,好姑娘,放松些,做本王的女人,本王不会亏待你的,白里龙岩充满蛊惑的声音终于,压垮了那蓝天月身上最后一根稻草,那蓝天月觉得自己变成了一只小船,先是在小河中慢慢翱翔,接着便被波涛冲撞到了大海,那里惊涛骇浪,一次次带他冲上顶峰,他全身站立头皮麻,仿佛神魂都要被冲撞出去了,他不得不紧紧攀附在男人强壮身体上, 他双手抓住那蓝天月的肋下,换成坐姿,这个姿势让那蓝天月头皮麻,想推开他,却被抱得更紧,又一轮冲刺展开这次的力道更加凶猛,就像狂风暴雨的大海,要把人震碎了,往死里弄,那种痛苦中又带着快乐的感觉,简直让人疯,强大到让人难以忍受的力量,从白里龙岩那里不断向他体内涌来,他被弄得死去活来,觉得自己从内到外都重整了一遍,再也不是原来的自己了,那蓝天月再次醒来的时候, 天边已经是大亮,白里龙岩正在穿衣服,双腿笔直修长,腰肢尽瘦有力,身上的腰纹已经褪去露出如玉的皮肤,宽背上布满猫抓式的红痕,带着奢靡厌情的感觉,醒了白里龙岩,转身看向那蓝天月,狭长的黑眸,带着淡淡的笑意,你竟敢欺骗本宫,那蓝天月咬牙切齿,他现在可以肯定,昨天那杯灵酒绝对有问题, 不然他不会像只发青的母猫一样,和他滚成一团,本宫杀了你,那蓝天月右手一扬,锁魂链带着淋漓的气势,朝白里龙岩袭去,火气不要这么打,白里龙岩抓住锁链一扯,就把那蓝天月扯到怀里抱住了,虚冷静点,白里龙岩紧紧搂着那蓝天月笑道,你别忙着脾气,难道你没有献自己身体不同以前了? 那蓝天月狠狠地瞪着他,都快要散架了,当然和以前不同了,不是那种不同白里龙岩轻笑一声,大手,放在那蓝天月的腰部,是这里不同了,一股强大的灵力渗透进来,那蓝天月眉头一皱,现腰部经脉和以前真是不同了,这具肉身经脉堵塞,无法修炼灵力,现在那里的经脉,竟然疏通了大半,你到底做了什么?那蓝天月终于冷静下来了,这不是很明显的事情吗?本王在帮你恢复修为啊,白里龙岩笑得有些暧昧, 摸着那蓝天月腰部的手往下一滑,本王为了你,可是拼尽全力了,是吗?那你昨晚身上长出来的东西,也是实为了帮本宫吗?那蓝天月冷笑,骗他见识少吗?那根本就不是人族能长出来的东西,不知道堂堂人族战王身上遍布腰纹,这个消息传出去,会是什么情况?你纵是把这个消息,传遍苍蓝大陆,也不会有人相信你的,白里龙岩根本不怕那蓝天月的威胁,他捏着那蓝天月的下巴斜斜笑道,做本王的女人,本王不会亏待你的, 你以为本宫会相信一个不仁不妖的家伙吗?那蓝天月用力挥开白里龙岩的手,故意用话来刺他,有些事情本王还不能告诉你,但你完全可以放心,本王绝对不会伤害你的,白里龙岩见那蓝天月一脸不幸,想了想还是透露了一点,本王只能告诉你,每当月圆之夜,那些失控的妖力,就会让本王狂,而你,却能把他们吸走,这就是白里龙岩和那蓝天月亲嘴过,就惊为天人的原因,那蓝天月可以完美吸收, 那些失控的妖力,却不会爆炸,本王看得出,你很需要这些妖力,所以,这对我们来说,是两全其美的办法,白里龙岩放低声音,俊美绝伦的脸上,满是诱惑的表情,那蓝天月不得不承认,白里龙岩说得很对,他的确需要强大的力量,来修补这具肉身,现在他的修为真是太低了,连乌大师这种垃圾,都能困住他,这实在不能容忍,可白里龙岩这个男人,实在神秘莫测,他总感觉,和他走得太近, 会很倒霉的样子,那蓝天月在提高实力,和远离麻烦之间,摇摆不定,白里龙岩也看出那蓝天月摇摆,再次加大筹码,只要你答应本王的条件,本王可以满足你的一切要求,只要不涉及本王的秘密即可,好吧,那蓝天月想了又想,最后还是同意了,滚滚就能提高修为,这可是天大的便宜,反正滚一次是滚滚二次也是,没有区别的,至于真操什么的,抱歉灵鬼出身的,他是没有这种玩意的,我这里,有几步适合, 和紫雷光修炼的功法,你看看喜欢哪部,白里龙岩把桌上一个锦盒,推到那蓝天月面前,他昨晚亲自帮那蓝天月疏通经脉,自然知道他的天赋灵根是什么,所以,今早就让金掌柜,把店里的雷系功法,都拿出来了,那蓝天月不会承认白里龙岩此举, 颇为贴心的,他翻了翻锦盒里面的功法,有些不满说道,怎么全是地级的功法,天地玄黄,至少要天级功法,才配得上他的身份,雷系功法极其罕见,苍蓝大陆唯一的天级功法,就是你外婆留下来的九天神雷功法了,九天神雷功法,乃是玉池家的祖传天级功法,最适合那蓝天月的紫雷光修炼了,可我外婆现在不知去向,功法也不知道去哪里了, 难道你有线索,纳蓝天月皱眉说道,上京早就传说,外婆因为修炼走火入魔,死在外面的世界了,你那天问徐亚军伯父的事情,是不是已经是有了铁血军的下落了,纳蓝天月问道,没错,本王的却有了一些线索,不过有话就直接说,别掉本宫胃口,纳蓝天月最烦别人说话吞吞吐吐的了,百里龙岩说到这里,脸上便出现了一丝奇怪的表情,本王也不知道怎么说,你跟本王过来看看就明白了, 百里龙岩起身,带着纳蓝天月往万宝阁地下室走去,走过弯弯区区的长王岸道,最后打开机关,进入地下的暗室,这里的地下暗室都分割成一个个小房间,门口都安置了铁门,应该是万宝阁放置贵重物品的地方,百里龙岩打开其中一间暗室,只见里面摆设极为简单,靠墙的架子摆满药瓶,浓浓药味扑面而来,角落放着一张木床,上面躺着一个身材高大,满脸脏污,满头泥泥的男人全身, 散着阵阵怪味,就跟街上流浪的乞丐差不多,我的下属前段时间在路上,发现这个乞丐,竟然是个灵者,心中觉得奇怪,便带了回来,然后在他身上发现这个,百里龙岩从旁边的柜子里面,拿出一块小小的暗红铁片,上面有着红色的铁锈,最中间刻了许字,你怀疑他是徐老三许微海那蓝天月皱眉,铁血君当初何等威风,徐老三怎么会这样落魄,很有可能,那蓝天月微微闭目,鬼眼利开,他朝躺在床上的徐老三, 看去,发现他的三魂气魄少了一半,大夫说他得了离魂之症,只怕这辈子都治不好了,百里龙岩请来的大夫,是上京最有名的灵医了,可惜他对这种离魂之症,也束手无策,普通大夫治不了离魂之症的,只有对神魂有一定研究的,乌鬼才能治,没错,所以本王又找来一位泼妇盛名的乌鬼,请他替徐老三招魂,结果,百里龙岩把桌子移开,后面的墙壁便缓缓打开,原来这个暗室里面还有一个套间,里面的摆设如出一辙, 一个身穿黑衣,身材瘦小,满脸皱纹的老太婆,正躲在床上瑟瑟抖,别杀我别杀我,这位乌婆婆给徐老三招魂的时候,遭到剧烈反噬,一句话都来不及说就疯了,百里龙岩为了不让消息泄露出去,只能把他困在这里,那蓝天月用鬼眼仔细一看,现这乌婆婆的三魂气魄,十分强大,应该是名修为高深的乌鬼,可惜现在魂魄暗淡无光,就好像受到重击一样,若是让他自行修复,不知道有生之年能不能恢复原状, 好在他碰到了那蓝天月这个从其他大陆,穿越过来的鬼公主,若说对神魂的了解,那蓝天月说,第二绝对没人敢说第一,他掐指朝那乌婆婆,输入一道滋养的鬼力,虽然不能立刻恢复乌婆婆的神志,但也比他自行恢复要强的多,乌婆婆吸收了那蓝天月的鬼力以后,慢慢安静下来,靠着墙壁睡着了,那蓝天月回到了徐老三所在的暗室说道,本宫要给徐老三招魂,你没看到乌婆婆的下场吗?百里龙岩皱眉, 他虽然也想追查铁血军的下落,但绝对不想让那蓝天月去冒险,别拿本宫和那些人比,乌婆婆虽然强大,但论招魂还是比不上他,百里龙岩见那蓝天月神色坚定,只能屈服地说道, 好吧,去门外守着,本宫招魂不能让外人看到,那蓝天月不想在百里龙岩面前漏太多底细,可以,百里龙岩对他倒是有求必应,出去前还不忘关心地问了一句,你现在的身子还撑得住吧? 昨晚他们可是,折腾得很厉害啊,滚!那蓝天月休脑地抓起桌上的瓶子,就朝百里龙岩扔去,砰!药瓶摔在门上又掉了下来,他定了定心神,便把铁锈片放在徐老三的板会穴上,开始做法,招魂密闭的房间中,无端刮起一阵阴风,变得湿冷起来,黑影重重。前扑后记得朝徐老三扑来,但那铁片,却没有任何反应,魂魄不在。 那蓝天月发现自己竟然,感受不到徐老三的魂魄,以他的修为,招魂简直就是小菜一碟,会出现这种情况。第一是徐老三的魂魄已经被灭,第二就是被困在一个地方出不来。 那蓝天月更倾向于后面那种,如果徐老三的魂魄被困,那他强行招魂,很有可能会对他产生损伤,可就这样放弃的话他又不甘心,看徐老三的情况,铁血君只怕处境不妙,若是不赶紧找到他们就危险了。 那蓝天月想了想,便拿起那铁锈片放在额头,然后右手放在徐老三额头,强制入梦,黑暗,一片没有尽头的黑暗,鼻尖满是血和汗水的味道,伴随着永无止尽的痛苦,那蓝天月耳边传来无数痛苦凄厉的惨叫,他低头看去,现脚下神坑万鬼涌动,无数只鬼手抓着他,直直往下脱去,他感到了窒息的痛苦,全身上下没有一寸皮肤是好的,血腥未重的,仿佛身处阿鼻地狱。 醒醒,醒醒,那蓝天月耳边传来忽远忽近的声音,你不要命了,百里龙岩难得动了真怒,就算他想找铁血军,也不能拿自己的小命开玩笑阿。 本宫没事,那蓝天月推开百里龙岩站了起来,那里的静止虽然厉害,但还杀不了他。 本宫看到他们在一个很黑的地方干活,那里应该是地下有很多奴隶死在下面,活着的人每天都要干活,一直到活活累死。 那里有很多很多像血一样的矿石,那蓝天月离开矿洞的一刹那,还以为看到了满地鲜血。 后来想想才知道那应该就是矿石,血一样的矿石,红血矿。 百里龙岩瞬间就想到这个稀有无比的矿石。 你知道这种矿石? 那蓝天月连忙问道。 没错,红血矿乃是大云朝的特产,数量稀少及其难踩,但对灵者有着莫大的好处。 可以稳固灵者境界,加快灵者修炼度,是非常珍贵的矿石。 其实,若是本王没有记错那应该皇后娘家的产业,皇后娘家葛家乃是大云朝的百年世家,垄断红血矿几百年,在上京根深蒂固,和各大世家的关系错综复杂。 很多高阶灵者,都要用红血矿来稳固修为。 你若是想查红血矿,必定会牵动无数灵者的利益。 这可不是一件小事,便是尊贵如他,也不可能轻易地合天下灵者为敌。 怎么?你怕了? 那蓝天月冷冷一笑,凤眸闪烁着炽热的光芒。 仿佛两颗正在燃烧的黑宝石,能把人烧成灰烬。 百里龙岩轻笑一声说道,你不必用激将法。 本王说过,只要你做本王的女人,你要什么本王都给你。 就算和天下灵者为敌,也在所不惜,本宫已经是你的女人了,睡都睡过了。 不是他的女人是什么?人是了,心却还不是。 百里龙岩深深地看着那蓝天月,他能感觉得到那蓝天月,对他更多是在计较利益得失,并没有多少真感情。 本宫累了,送本宫回去吧。 本王已经派人将马车备好,等会就送你会相府。 刚回到家,父亲便问是否在万宝阁闭关。 是的,万宝阁得到一件能够洗水一惊的宝贝。 我心急之下,就带小青出去了。 忘了告诉父亲,一生是女儿的疏忽。 那蓝天月打起精神说道,这个借口是之前就已经想好的。 正好可以解释,他的废材体质是怎么逆袭了。 你的经脉已经修复了公欲胶大吃一惊。 当然那蓝天月伸出手指,一道淡紫色的光芒出现在他掌心。 虽然微弱,但的确是灵者才能出的灵感。 紫雷光那蓝世杰瞳孔一缩失声道,紫雷光那是什么? 那蓝天月反问道,他刚刚才打通经脉,还来不及了解自己的天赋灵根是什么呢? 紫雷光是雷希的最高一品灵根,和外婆的灵根是一样的。 那蓝世杰声音有些阴沉。 那个嚣张至极的岳母娘玉池兰心,就是凭借紫雷光的雷希灵根横扫上京。 可惜这种灵根非常难遗传,百年也不过出了一位。 就连公天胶也没有继承到。 没想到竟然出现在纳蓝天月这个废材身上,公欲胶秀中的双拳紧握,指甲死死地扣在掌心。 她是最弱的八瓶水系灵根,女儿继承纳蓝世杰的血脉,觉醒的是三瓶火系灵根。 虽然三瓶火系灵根在上京已经算上等了,但比起纳蓝天月的雷希灵根还是差远了。 她当年煞费苦心,费了纳蓝天月的经脉。 没想到她竟然还有恢复的一天。 这样一来,纳蓝天月岂不是要抢走女儿的风头了? 不过她小心翼翼地偷看纳蓝世杰的脸色,现她的心情明显不好,心中顿时喜悦起来。 没有人比她更了解这位前任姐夫了。 当初龚天娇被纳蓝世杰俊美的外表,和花言巧语说蒙蔽义无反顾地要嫁给她。 玉池蓝星大力反对,甚至把纳蓝世杰揍了一顿,说她就是个想吃软饭的废材。 可惜后来生了一些事情,龚天娇还是嫁给了纳蓝世杰。 不过她相信纳蓝世杰绝对不会忘记自己曾经受过的侮辱。 现在看见纳蓝天月,竟然觉醒和玉池蓝星一样的灵根。 她肯定是心仇就恨涌上心头。 父亲已经给你看好了几家,你还是好好准备一下嫁人。 纳蓝世杰不想在家里看见她了,不知是哪户人家。 纳蓝天月毫不客气地打断了话,她倒要看看帮她找了什么好人家。 国舅爷虽说国舅爷的年纪有些大,但年纪大会疼人。 她的正妻和嫡子嫡女都已经去世,剩下的几个侍妾都是老实人。 天月你爱花钱,国舅府别的没有钱最多,你花多少都不要紧。 纳蓝天月忍不住笑了。 让她去嫁一个比自己年纪还要大的老男人。 老爷你怎么能让小姐,嫁给那个年纪比你还大的国舅爷。 小青不满地说道,放肆,什么时候轮到你顶撞老爷。 那小姨怎么不让二妹妹去嫁。 纳蓝天月挑眉,冷笑道,我是嫡长女,二妹妹是庶女,不管怎么算,都应该是她去嫁才对吧。 佩平你也配和我女儿比。 公玉娇在心里狠狠地唾弃了一口,但脸上还是一副慈祥的模样。 天月我知道你,还在极恨佳妻和太子的事情。 但是太子先看上佳琪的。 为了我们纳蓝家你就忍忍吧。 把我的太子未婚夫让给庶女,然后让我这个嫡长女去做别人的田房。 小姨你不要连我还要脸呢。 纳蓝天月讽刺地说道,天月话不能这么说。 你也要看看自己是什么名圣。 就算你现在恢复修为,但也没有什么好人家愿意娶你啊。 就连国舅爷这门亲事,也是我说破嘴才找到的,公玉娇像是受了天大的委屈一样,父亲和小姨都不必多说了。 那么大可以去请圣旨,看看皇后答不答应。 纳蓝天月冷笑一声,以前她是无聊,所以不建议和公玉娇斗一斗。 但是现在铁血君有了眉目,她正心烦得很,实在没心情和公玉娇玩下去了。 纳蓝天月写了一封信,递给小青说道,待会送去万宝阁。 让金掌柜立刻把心里的事情办好,大小姐要金掌柜办什么事? 小青好奇地问道,当然是好事了,父亲小姨对我这么好,我总要报答他们一番。 纳蓝天月相信父亲,一定会满意自己的安排的。 百里龙岩听说公玉娇要把纳蓝天月塞给国舅爷的时候,差点气疯了。 特别是皇后那个蠢女人,竟然还有些心动。 她立刻让人在朝廷上喷了皇上一顿,这才打消了皇后那愚蠢的念头。 不然纳蓝天月就要被推到火坑里面去,大小了纳蓝天月被嫁的风险。 还让皇帝赏赐给纳蓝师姐四个美人。 纳蓝天月一大早起来,就听见外面传来喜庆热闹的声音,好像有什么喜事声一样。 小青去看看生外面,怎么了? 纳蓝天月吩咐道,是小青早就想去看了。 得了大小姐的吩咐,跑得比兔子还快。 兴奋无比,带回一个好消息。 原来是相爷带回了四个美人,现在正让公寓交安排住处呢? 听说这四个美人,是皇上亲自赏赐的。 说是相爷劳苦功高,相扶子嗣单薄,让相爷多多开枝散叶,为大云朝多添一些栋梁之财呢? 您是不知道,夫人气得脸都绿了,小青捂着嘴直笑。 那四个美人,个个都千娇百妹,年轻貌美,就连他看了都喜欢,更别说相爷了。 这时,守门的孙婆子禀告道, 大小姐,府里新来的四位美人想见您,让他们进来吧。 那蓝天月,正好也想见识一下,百里龙颜选的四个美人是什么样子。 妾身吉祥如意,红袖天香,见不大小姐。 四个大美人,齐齐向那蓝天月行礼,免礼那蓝天月抬手道,等他们站好。 那蓝天月便一一打量起来,穿红衣的吉祥,犹如牡丹般沉稳大气。 穿白衣的如意五官精致,一双美丽的大眼睛,十分灵动。 穿粉衣的红袖娇小可爱,脸上,两个小酒窝,让人看着就喜欢。 穿轻衣的天香长相清秀,身段极好,婷婷玉立气质出众。 这四个美人各有千秋,虽然不是灵者,但都颇具灵气。 看来百里龙颜真是下了血本。 大小姐,主子已经吩咐过了,妾身等人在香府里一切行动,都听从您的吩咐,吉祥沉稳地行了一礼。 看来这四大美人是为了她,相爷不喜欢我。 你们以后还是和我保持距离的好,免得让相爷起一心。 那蓝天月淡淡地吩咐道,只要你们好好伺候相爷,替夫人分忧就可以了。 二妹妹最喜欢在人前演戏,等她回来。 你们好好陪她演一演。 那蓝天月嘴角微勾,虽然那蓝佳琪不在, 但她也不会忘了这个的好妹妹。 切身记住了,四大美人立刻就领悟了那蓝天月的意思。 好了没什么事就下去吧。 以后有什么事情,找我的侍女小青商量即可。 那蓝天月挥手让他们下去了,夜幕降临,无星无月, 沉沉夜风刮过树木,吹起满地的落叶,国舅府的正院灯火通明。 翡翠神色焦虑地坐在外厅,双手搅着帕子, 听着内饰,传来的咀嚼声,只觉得无比的心烦, 原以为国舅也死了老婆,死了长女长子。 接下来就是,她这个有身孕的妾室坐大了。 没想到国舅也突然得了怪病,每天只知道吃吃吃, 除了食物,六斤不认比头猪还不如。 最可恨的是,皇后娘娘听信谗言, 竟然要给国舅也取正妻冲, 到时候正妻入门,哪里还有她的位置? 去母留子这种手段,在大户人家太常见了。 啊,突然那时传来凄厉的尖叫声, 一个小丫鬟从里面跑了出来, 那惊恐至极的模样,就好像活见鬼, 国舅爷要吃人了。 她抬起白嫩的手臂上面一个刺目的牙印, 血淋淋的,竟是被国舅爷生生咬下一块, 姨娘救命啊。 姨娘您快,想想办法吧。 不然,我们就要被国舅爷生吃了。 妈妈丫鬟婆子,全部跪倒一片, 哭着喊着,不愿意再进去伺候国舅爷了。 我想办法,我能有什么办法? 翡翠快崩溃了, 如果以前他还得意后院, 他说话最管用, 现在他只觉得后悔无比, 那就再给国舅爷送些吃的进去。 翡翠咬咬牙说道, 至于国舅爷会不会撑爆肚子, 他也管不了那么多了。 这是一阵不知名的幽香, 从窗外飘了进来, 正前来夜访的那蓝天月和巧云, 大小姐国舅爷这是被饿死附身了。 巧云刚做鬼不久, 对鬼道一事,还不是很了解。 没错, 恶鬼道在六道是非常低等的。 这种鬼, 只有疯狂进食的, 看国舅爷的样子, 再不把这恶鬼驱除, 用不了几天, 他就会暴体而亡。 那恶鬼原本正埋头苦吃, 突然闻到了比米饭更加美味的味道。 他猛地抬起大头, 星红的眼光看着那蓝天月散出贪婪的光芒, 然后放下手中的饭桶, 朝那蓝天月扑了过来, 行动极其敏捷, 打他百会穴。 那蓝天月开了鬼眼, 能清楚看到这恶鬼的弱点。 巧云得了提点, 立刻全力攻击恶鬼的头顶, 终于把他捆起起来。 那蓝天月掐绝, 朝恶鬼打入锁魂咒, 原本挣扎不休的国舅爷, 立刻安静下来, 想活命去万宝阁。 那蓝天月用鬼力, 把这句话传入国舅爷梦中后, 便和巧云离开了。 那蓝天月来到百里龙岩处, 听他说, 巫婆婆想见他, 多谢公主救了老身一命。 巫婆婆颤巍巍地站起身, 准确地找到那蓝天月的方向, 宫身就要跪拜, 他肉眼虽盲, 但心眼已开, 能看到面前有两团极亮的光芒, 一团紫光包裹着阴沉诡异的光芒, 那是湛王百里龙岩, 另一团红中带子灵气, 纯粹贵气逼人, 乃是极其尊贵之相。 在巫鬼道中只有公主之位, 才有这样的灵光。 巫婆婆不必多礼, 本宫救你, 也是有事相求。 那蓝天月扶助巫婆婆, 不让她下跪。 公主老身修为不够, 还请公主出手, 还要继续给那个徐老三, 找出魂魄所在的位置。 巫婆婆睁着浑浊的老眼恳求道, 这徐老三是你什么人? 你为什么这么帮她? 这巫婆婆, 差点被禁止逼疯, 竟然还念念不忘要救徐老三。 老身并不认识徐老三, 只是在她身上, 感受到了我孙子的魂气。 巫婆婆声音有些颤抖, 浑浊的老眼, 不由留下两行热泪, 接着便说起了自己的身世, 原来她并不是天生的巫鬼。 无意中得到了巫鬼的传承, 她当时年纪大, 又受了重伤。 若是不休息这巫鬼之术, 是不可能活下来的。 等她修炼有成以后, 回到村里帮村人做了很多事情, 结果村里人得了好处, 却把她当成了邪碎。 于是趁她不在家, 便害死她儿子儿媳以后, 又把她身具临根的孙子送到官府。 她赶回来就孙子已经晚了, 孙子已经被当成死刑犯, 送去偏僻之地做矿奴了。 老身这些年, 走遍大江南北, 想要找我孙子, 可惜却没有半点线索天可连剑。 这次总算在那徐老三身上, 找到我孙子的一丝魂气了, 这就是巫婆婆明知道危险, 还非要给徐老三招魂的原因了。 巫婆婆一片爱孙之心, 实在令本宫佩服, 本宫已经找到徐老三所在的矿洞, 来世皇后娘家的产业红穴矿, 这次本宫让你去救治国舅爷, 就是想要从她身上得到一些线索。 纳蓝天月把红穴矿的事情说了一遍, 公主放心, 老身必定会全力以赴的。 巫婆婆听了这个老消息, 立刻精神一震, 脸上的皱纹都舒展开了。 纳蓝天月在密室里面, 把金掌柜和国舅爷的对话, 全部听在耳里。 她忍不住摇头, 金掌柜简直就是鬼见仇。 这砍前的功夫, 真是太厉害了, 也难怪能把这万宝阁做大。 金掌柜安抚好国舅爷以后, 便来到密室, 恭敬地对纳蓝天月说道, 大小姐您看要让她多久, 现在就带巫婆婆过去吧, 早点解决国舅爷, 也好早点得到红穴矿的线索。 纳蓝天月昨晚已经那恶鬼身上打了尽致, 只要巫婆婆好好表演就行了。 不得不说, 巫婆婆做了这么多年的巫鬼, 还是有两下子的, 只见她戴着黑色牛角头套, 身穿黑色绣红色鬼怪头像的衣裳, 手拿白骨拐杖, 上面挂着一个血葫萝, 围着国舅爷又唱又跳, 接着又掏出一打黄浮烧成灰放在碗里, 喝了一口, 就往国舅爷身上喷去, 那浮水一沾到国舅爷身上, 立刻刮起一股阴风, 只见国舅爷原本空无一物的背后, 突然出现了一个四肢瘦小, 头大肚大, 轻面獠牙的恶鬼, 那恶鬼死死地, 趴在国舅爷的背上, 大嘴流出的口水滴滴答答, 看起来十分丑恶, 哎呀呀, 赶走, 快把她赶走, 国舅爷看见背上丑陋的恶鬼, 出了惊恐至极的声音, 他狼狈地从地上滚落, 形态丑陋不堪, 去, 乌婆婆的拐杖, 狠狠地打在那恶鬼的头上, 恶鬼从国舅爷身上掉落, 出嘶哑的滋滋叫声, 在地上一弹, 就像青蛙一样朝乌婆婆扑来, 那蓝天月暗中掐指, 驱动恶鬼体内的静止, 砰的一声, 那恶鬼爆炸, 变成一团黑雾, 被乌婆婆收入血葫芦中, 国舅爷, 老神看您硬堂黑, 就算收走这恶鬼, 只怕也改变不了您的霉运, 乌婆婆仔仔细细地看了国舅爷一眼, 他倒不是威严耸听, 而是国舅爷额头的黑色, 已经浓郁得像墨水一样, 这是霉运照顶之相啊, 乌婆婆果然是高人, 国舅爷一听这话, 立刻说道, 我最近可真是太倒霉了, 儿子女儿都死了, 连我都差点没病, 还请乌婆婆帮帮我, 乌婆婆闭目手指开始掐算起来, 她的眉头越皱越紧, 就好像是看到了不好东西, 国舅爷立刻提心吊胆坐立不安, 按照纳兰天月之前和乌婆婆的约定, 这时候, 乌婆婆应该顺势询问, 关于守卫红血矿的光头, 可乌婆婆睁开眼睛以后, 却对国舅爷说道, 国舅爷老身, 现在没办法解除您身上的霉运, 必须先要找出导致你霉运的东西才行, 事事事还请乌婆婆到府上帮我看看, 国舅爷连连点头, 觉得乌婆婆句句都说到她的心砍上了, 择日不如, 壮日今日便去吧, 不过老身要先准备一些东西才行, 还请国舅爷, 稍后片刻乌婆婆起身说道, 好好好我有的是时间, 国舅爷连连点头, 乌婆婆来到密室, 抱歉地对纳兰天月说道, 公主殿下, 老身觉得, 还是要去国舅府走一趟比较安心, 按您的想法去做吧, 纳兰天月并不是武断之人, 乌婆婆做了这么多年巫鬼, 一定是有她的道理的, 不过为了安全起见, 她还是假扮成乌婆婆的弟子, 和她一起去了, 在出发时, 百里龙岩拉住纳兰天月问道, 那乌婆婆为何称你为公主, 她莫名地觉得这个称呼, 和纳兰天月真正的身份有关, 这自然是因为本宫身份高贵了, 纳兰天月理所当然地说道, 百里龙岩每次听到这个回答, 都会有种无力感, 这小妞太狡猾了, 纳兰天月怎么可能, 告诉百里龙岩自己真身是灵鬼, 纳兰天月站在气势威严的国舅府前, 这才献国舅府竟然摆了, 可以消灾解恶, 化解怨气的玄武镇宅局, 这风水局看得出是高手布置, 应该有些年头了, 按理说有这样的格局, 国舅府应该很干净才对, 可现在整个府底都弥漫着污秽之气, 怪不得专门出变态了, 纳兰天月跟着乌婆婆走进了国舅府, 只见府中情况更加严重, 府里各个角落都弥漫着灰雾, 来往的下人脸上也都蒙着一股灰色, 脸上恭敬的笑容像是面具一样, 个个都犹如行尸走肉, 乌婆婆是对的, 如果不把这国舅府整理干净, 这里将会出现更多的命案, 就算他们帮国舅爷除掉恶鬼也没用, 想要彻底取得国舅爷的信赖, 就要帮他把这根子拔了才行, 乌婆婆, 您可一定要救我呀, 国舅爷恨不得给乌婆婆下跪了, 表面上看还是原来的风水好格局, 但是仔细一推算, 现这个玄武镇宅局已经被人改动, 玄武的头原本是朝向东方吸取天地阳气, 现在却被人砍断, 玄武没有头吸不来阳气, 自然怨气横生了, 那蓝天月开了鬼眼, 顺着这府邸的阳气流动路线走了一遍, 最后来到了后院西角一处偏僻的院子, 这里正是把玄武脑袋斩断的地方, 好重的怨气, 乌婆婆睁着浑浊的老眼, 看着不断散浓郁黑气的院子说道, 这以前是谁住的, 这里以前是那个乌大师住的, 他性格古怪, 刚来我国舅府, 就说要住在这里, 国舅也咬牙切齿地说道, 他把乌大师赶走以后, 也没有把这个院子放在心上, 任由他荒废了, 这个怨气阵原本并没有这么厉害, 只是乌大师死后, 加强了这里的怨念, 才会越来越厉害的, 那蓝天月在院子里面踱步, 正在推算乌大师布置的阵眼, 突然, 一个女人悠悠怨怨的声音飘进他的耳朵, 那蓝天月侧耳倾听, 最后点头说道, 本宫答应你, 说完, 便指着院子四个角落和屋子中间, 对乌婆婆说道, 乌大师一共在这里埋了五样东西, 让他去找十个阳气中的男人过来, 挖出来破坏掉就行了, 国舅爷连连点头, 转过身就立刻吩咐老管家道, 把府里的下人都召集过来, 那个是同男, 老子就赏他五十两白银, 五十两白银顶得上半年的阅历了, 要不是老管家自己连孙子都有了, 都想领着赏赢了, 众赏之下必有勇夫, 转眼就府里的同男都集中在了一起, 都是十四五岁的少年, 乌婆婆和那蓝天月指挥他们, 小心翼翼地从底下挖出四个木箱子, 暗沉沉的木箱, 带着梅味和腐臭味, 那蓝天月嘴角挂起冷笑, 让那些同男把四个箱子打开, 第一个箱子里面放的是一件血红色的嫁衣, 不像平常的嫁衣, 绣着吉祥如意的云纹, 这件上面用金线绣着一朵朵梅花, 绣工精致十分精美, 而且这件嫁衣的颜色红得很正, 也不知道是什么染料染出来的, 放在箱子这么久还不褪色, 十分古怪, 第二个箱子放的是孩子玩的波浪鼓, 只不过这个波浪鼓足有脸盘大, 鼓面也不像平常波浪鼓一样, 是褐色的牛皮, 而是十分白皙细腻, 也不知道是什么动物的皮子做的, 第三个箱子放的是一大团, 烧得黑乎乎的东西, 国舅爷越看越是不安, 等开到第四个箱子的时候, 他忍不喊道横了行了别开了我不看了, 可惜那蓝天越不理他, 仍是把第四个箱子打开了, 里面突然滚出一个血淋淋的女人头, 静止滚到国舅爷面前, 那瞪大的双眼对着国舅爷, 一副死不瞑目的样子, 梅姨娘国舅爷立刻想起, 自己以前有过这么一个侍妾, 曾经是妓院的头牌, 后来被他赎身带回府里, 回府没多久, 梅姨娘就怀孕了, 他当时还挺高兴的, 可后来梅姨娘和下人通奸被人接, 他一气之下, 就把梅姨娘赶到了其他院子, 说起来, 乌大师住的这个院子, 好像就是梅姨娘住的, 当时乌大师点名住这里, 没有人记得, 里面还住着一个梅姨娘, 就没有另外安排住处, 没有想到, 竟然被乌大师害死了, 看来你这个梅姨娘, 被人包皮拆骨, 砍头烧肉, 然后安置在院子的角落, 做成怨气阵了, 那蓝天越一扫, 就知道, 那嫁衣是被血染过的, 那团黑乎乎的东西, 就是烧焦的人肉, 不关我的事, 我也不知道, 乌大师会杀他的, 国舅爷连连摇头, 他当初知道, 梅姨娘红杏出墙, 都没有杀他, 又怎么会把他给乌大师呢, 那蓝天越瞥了一眼没用的国舅爷, 把梅姨娘居住的院子, 给乌大师, 却没有另外给梅姨娘安排住处, 这不是变相地把人送给乌大师吗, 不管国舅爷是有心还是无意, 害死梅姨娘都是不争的事实, 也难怪这里会怨气冲天了, 大师老奴记得, 您刚才说的是五个地方, 那还有一个地方呢, 老管家胆战心惊地问道, 刚才挖土的那十个少年, 已经下得远离箱子, 一听到还有箱子, 要挖个个, 都下得面如土色, 没错, 最后那个箱子才是最重要的, 那蓝天越指着黑漆漆的屋子, 对国舅爷说道, 不过这个箱子, 就要国舅爷您亲自去挖才行了, 什么, 要我去挖, 国舅爷瞪大眼睛, 疯狂摇头说道, 不不不, 我不去我不去, 您若是不去, 这个局就没有办法破解, 梅姨娘的冤魂, 也会永生永世地跟着你, 那蓝天越轻轻搓了搓手指, 平地刮起一股阴风, 原本就有些阴暗的院子, 更是幽深无比, 公主, 国舅爷不会有事吧, 巫婆婆担心地问道, 那女鬼看起来挺厉害的, 不会有事的, 那蓝天越刚才已经和那女鬼签了契约, 允许他和国舅爷重温旧情, 但不允许他伤害国舅爷的性命, 不然就要他魂飞魄散, 国舅爷拿着锄头, 抖着脚走进阴暗的屋子, 突然场景一变, 红蜡高挂墙上, 贴着大大的喜字, 穿着梅花嫁衣的貌美女子, 正巧笑颜颜地看着她, 国舅爷切身等了您好久, 您总算来了, 没, 没姨娘, 国舅爷看着那娇艳动人的脸, 牙齿开始有些打颤, 国舅爷切身实在冤枉啊, 切身对您一片深情, 怎么可能会和家奴通奸, 这一切都是翡翠, 那个贱人想争宠, 所以设下毒计来害切身的梅姨娘哭道, 国舅爷想起来了, 梅姨娘怀孕没多久, 左相夫人公欲娇, 就把翡翠送了过来, 因为她第一次有灵者做侍妾, 所以对翡翠非常宠爱, 便冷落了梅姨娘, 后来没有多久, 就爆出梅姨娘偷情的事情, 当时捉奸的还是翡翠, 翡翠那个贱人竟然敢诬赖你, 你放心, 我出去就收拾他, 替你报仇, 国舅爷恶狠狠地说道, 多谢相爷, 相爷, 您快来看看我们的儿子, 他长得多可爱, 是不是很像您, 梅姨娘一转身, 手上就多了个绣着梅花的红色墙宝, 相爷探头看过去, 真是个白白嫩嫩的婴儿, 样子和他几分相似, 特别那那个下巴, 一看就是葛家人, 这是你生的儿子, 国舅爷这时候, 也忘了梅姨娘已经死了, 开心地说道, 是啊他, 原本应该是天之骄子, 可是我刚生下来, 那该死的乌大师, 就在我面前, 把他掐死包皮了, 梅姨娘一改温柔的模样, 脸上阴沉沉的, 身上开始也开始渗出血滴, 国舅爷再一看, 他怀里的哪里是可爱娇嫩的小婴儿, 分明是个包皮的怪物, 都怪你见色妄意, 我杀了你, 梅姨娘化身厉鬼, 朝国舅爷扑去, 他最大的心愿, 不是杀翡翠, 而是杀这个薄情寡义的死男人, 哎呀呀, 国舅爷出惊恐至极的尖叫声, 这时, 他身上的护身符, 出现一道光芒, 打在梅姨娘身上, 梅姨娘出凄厉的惨叫, 接着化成一团血物, 消失得无影无踪了, 国舅爷瘫软在地, 献红烛, 喜字消失不见, 眼前是一个肮脏破坏的屋子, 屋顶满是蜘蛛往老鼠钻来钻去, 而他面前摆着一个打开的箱子, 里面用一张红色墙包裹着一团东西, 墙包上的梅花刺得他眼睛疼, 他尖叫一声, 就连滚带爬地朝外面跑去了, 那蓝天月把梅姨娘的魂魄收起来, 他违反誓言已经化为血物, 明知道, 要死, 还是想杀国舅爷, 可想而知, 他的恨有多深, 国舅爷, 不看您儿子最后一眼吗? 那蓝天月指着箱子说道, 我不看, 拿开, 你们快拿开, 国舅爷脸色惨白, 又吓尿了一次, 那蓝天月看他一副快要崩溃的样子, 也不再逼他了, 那蓝天月正要让人把这五个箱子烧了, 巫婆婆却突然皱眉说道, 等一下, 怎么了? 那蓝天月问道, 这个孩子有问题, 巫婆婆凝重地说道, 有什么问题, 那蓝天月仔细看过了, 这是梅姨娘的孩子没错呀, 这个孩子的魂魄不见了, 会不会是被巫大师拿去炼制了? 那蓝天月记得, 那巫大师手上有一对子母白骨棍, 应该是拿妹姨娘母子炼制的, 不是如果这孩子魂魄被炼制了, 不会是这个样子的巫婆婆摇头, 对于巫鬼邪修的手段, 他比鬼公主要精通多了, 那您说, 这孩子的魂魄去哪里了? 那蓝天月虽然对魂魄这一块很了解, 但他毕竟不是邪修, 比不上巫婆婆精通, 老生算算, 巫婆婆从孩子干边的尸体上切下一截, 拿火烧了起来, 但诡异的是, 那截干干的肉块, 怎么都烧不着, 巫婆婆想了想, 便把国舅爷扯了过来, 毫不客气地刺破她的指尖, 挤出几滴鲜血, 那鲜血落在尸骨上, 顿时冒出一股灰烟, 朝远处飞出, 走, 跟上这股灰烟, 巫婆婆迈开大步追了上去, 那蓝天月连忙跟上, 此时, 翡翠正挺着微兔的肚子, 在院子走来走去, 一股诡异的灰烟飘了进来, 她肚子里的孩子, 便恶狠狠地踢了她一脚, 翡翠扶着肚子痛苦地弯下腰来, 这孩子还不够三个月, 怎么胎动就这么厉害了, 这时, 巫婆婆已经跟着灰烟走了进来, 一看见翡翠, 立刻瞪大浑浊的老眼失声说道, 怨气鬼胎, 那蓝天月跟在后面进来, 闻眼打开鬼眼一看, 只见翡翠肚子里面, 有团黑气在不断翻滚, 不停踢打着翡翠的肚皮, 不是怨气鬼胎是什么, 而且看这股怨气已经化形, 再过一个月, 就会撕开翡翠的肚子出来害人了, 原来梅姨娘的孩子跑到这里来了, 这个巫大师心思真是够毒辣了, 那蓝天月终于知道, 巫大师为什么能收集到这么多怨气了, 看他对付国舅府的手段, 就知道, 他往常去到别人家都是直接灭门的, 国舅也跑到巫婆婆面前, 喊道, 快把那个怪物给我除了, 听到巫婆婆说要除掉他的孩子, 他立刻抱着肚子喊道, 这是我的孩子, 你们不许动他, 这是他荣华富贵的保障, 是他的命根子, 他绝对不允许任何人破坏, 自己好不容易得到的身份地位, 你看清楚些, 他真的是你的孩子吗? 那蓝天月冷冷地说道, 别忘了, 这孩子是怎么来的? 那蓝天月冷冷地加了一句, 翡翠这才想起来, 他当时为了抓住国舅爷的心, 特意去找巫大师想办法, 巫大师让他摸了一个小木箱, 就让他放心回去了, 没多久他就怀上了孩子, 现在想来, 那个小木箱底下黑红一片, 分明是不祥之物, 那个巫大师在坑他, 这是怨气鬼胎, 又恶狠狠踢了翡翠一脚, 他惨叫一声, 终于晕过去了, 那蓝天月趁机掐绝, 打出树道红色的鬼力, 想把那团怨气, 从翡翠体内逼出来, 却见他猛地缩了回来, 看来也是知道那蓝天月的厉害, 那蓝天月不由地皱起眉头, 这怨气在翡翠肚子里面待了几个月, 已经把他的肝胆肺都抓在手里了, 若是强行玻璃, 只怕翡翠小命也保不住了, 这个怨气鬼胎太执着了, 巫婆婆也觉得很棘手, 这个怨气鬼胎, 明显是人为造成的, 想要成功玻璃不上人命, 是非常难的, 巫婆婆去把国舅爷带进来, 那蓝天月吩咐道, 那蓝天月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, 国舅爷就是一个不错的诱饵, 接着就毫不留情地, 在国舅爷的胖手上, 划了一刀, 鲜红的血液就洒了出来, 那蓝天月不甘心, 他堂堂一个鬼公主, 难道连一只小小的怨气鬼胎都收拾不了, 传出去岂不是让人笑话, 那怨气鬼胎仿佛感受到亲生父亲, 就在前面, 当下不再犹豫, 化成一团血影冲了出来, 那蓝天月立刻掐绝, 朝他打出一道鬼力, 把他打得黯淡无光, 那怨气鬼胎尖叫一声, 扭头就想冲回翡翠腹中, 收, 巫婆婆拿起自己的血葫芦, 对着那怨气鬼胎一掐绝, 已经被打得黯淡无光的怨气鬼胎, 完全不是巫婆婆的对手, 咻的一声, 就被收进了血葫芦中, 巫婆婆低头看了眼在血葫芦里面, 仍然疯狂叫嚣的怨气鬼胎, 不由摇头叹息道, 这孩子执念太深, 就算没有变成鬼胎生出来, 也是一大祸害, 这怨气鬼胎, 大概是受了梅姨娘和翡翠的影响, 认定自己是国舅府的继承人, 并且觉得, 干掉国舅爷, 自己就能继承整个府邸了, 所以才会对国舅爷执念那么深, 如果他没有被巫大师打死, 而是顺利出生的话, 也必定会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, 不择手段大造杀孽, 国舅爷恢复元气以后, 立刻扭头看向, 仍然昏迷不醒的翡翠, 然后冲上去, 狠狠踢了他一脚骂道, 你这个该死的扫把心, 老子差点被你害死了, 翡翠在昏迷中, 仍然痛苦地皱起眉毛, 他的双腿流出一团污血, 瞬间把身下的淡绿裙子浸湿了, 慢着, 巫婆婆有些不忍心说道, 国舅爷, 正所谓,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, 这位翡翠姑娘, 怎么说都是您的侍欠, 你就这样把他送出去, 只怕他在外面, 也没有立足之地了, 其实他也不过是个, 被巫大师利用的可怜人而已, 巫婆婆果然是慈悲之人, 既然如此, 那就继续留着他吧, 反正我这里也不少他一碗饭, 国舅爷颇为感动, 觉得这个巫婆婆虽然是巫鬼, 但却是个大慈悲的人说话又客气, 比起巫大师不知道好多少万倍, 真不愧是万宝阁召来的人, 巫婆婆怎么想起帮翡翠求情, 那蓝天月回过神来问道, 翡翠这样的女人到哪里都是祸害, 倒不如继续留在国舅府, 和国舅爷互相祸害算, 巫婆婆淡淡地说道, 这国舅府煞气太重, 就算现在清除了, 以后也难保再出什么妖孽, 还不如把翡翠留下来, 巫婆婆说的是, 那蓝天月认同的点点头, 这倒是他疏忽了, 国舅爷把翡翠送回左相府, 难保公寓交又要做妖了, 国舅爷烧掉西角院子以后, 让老管家刘巫婆婆和那蓝天月用膳, 自己则是去沐浴更衣了, 那蓝天月最重要的目的还没有达成, 自然要留下了, 等国舅爷重新换了, 一身金灿灿的警服出来以后, 又是那个威风富贵的死胖子了, 巫婆婆修为高身, 高徒也是清除月儿胜于蓝, 在下真是佩服不已, 来来在下, 敬您二位一杯, 国舅爷自从烧掉那些祸害以后, 整个人神清气爽, 以前那种抑郁烦躁一扫而空, 更是把巫婆婆奉为天人了, 国舅爷现在就要喝酒, 也未免高兴得太早了吧, 您府上的祸根虽然拔除了, 当您身上的祸根, 可还没有拔除呢, 国舅爷难道您没有, 献自己子嗣单薄, 而且品性也不好吗, 那蓝天月冷笑道, 国舅爷承认自己子嗣单薄, 但绝不承认品性不好, 都是外人不好, 才害死他儿子女儿的, 国舅爷, 这个祸根子出在你们葛家身上, 你们葛家煞气太重, 这些年招惹了不少东西, 那些东西不敢去欺负厉害角色, 就全部来找您了, 除非你找到一个煞神帮你镇宅, 不然以后麻烦只会源源不断, 巫婆婆半真半假地说道, 之前她就从战王那里听说了, 国舅爷和皇后娘娘都是葛家的旁之, 因为本家几十年都没有生下一个女儿, 只能从庞家里面挑选合适的女子和皇室联姻, 国舅爷和他姐姐这才发达的, 您说的厉害角色是不是那种壮如铁塔, 满脸横肉, 头上寸不生的人, 国舅爷急急忙忙地问道, 那蓝天月秀中的双手不由得握成拳头, 心中有些激动, 他还没有开口, 国舅爷就自己露底了, 他说的那个光头, 必定是镇守红穴矿的那个, 国舅爷想到本家那个可怕的三叔, 不由得打了个寒战, 然后一脸沮丧地说道, 我倒是知道, 您说的煞神是哪个, 可我没本事请他来镇宅啊, 他要是敢和三叔说出这个要求, 绝对会被三叔削掉脑袋, 扔到矿洞里面去的, 国舅爷误会了, 镇宅并不需要他本人亲自侵来, 您只要拿到他身边经常佩戴的东西, 或者他贴身的物品, 放在国舅府便可以了, 巫婆婆寻寻善诱地说道, 那蓝天月在旁边听见, 不由得暗暗点头, 巫婆婆果然机智, 只要能得到那个光头的随身物品, 就可以做法找到他所在的地方了, 随身物品嘛, 玉佩之类的行不行, 国舅爷想了想问道, 当然可以, 巫婆婆听了国舅爷的话, 顿时心中一喜, 玉石有灵性, 如果国舅爷真能把那个光头, 随身佩戴的玉佩弄来, 那么他们找到红穴矿, 就多几分把握了, 不过这件事情, 我还要找皇后娘娘商量一下才行, 还请巫婆婆宽限我几日, 国舅爷可不敢开口, 和那可怕的三叔说, 这件事情, 只能让他皇后姐姐去说, 七日后, 巫婆婆来到谢地, 告知纳兰天月, 国舅爷并没有拿到那人的随身物品, 国舅爷请皇后写信给三叔, 想要贴身玉佩, 没有想到, 三叔听说他们的请求以后, 勃然大怒, 不但把他们派去的封灵者砍了, 还写信回来, 喷了他们一顿, 那激烈的语气, 就好像恨不得回来扇他们几巴掌一样, 皇后姐姐吓得不行他, 不敢写信回去骂三叔, 就把他恶狠狠地骂了一顿, 宁可让他断子绝孙, 也不愿意去招惹本家还说, 还说他, 如果生不出来, 就去旁家过季一个了, 巫婆婆, 您一定要帮我呀, 我不要断子绝孙, 更不要去旁家过季孩子, 国舅爷苦苦哀求, 儿子再烂也是, 自己生得好, 从别人那里抱个儿子, 过来养算什么回事, 他辛辛苦苦拼搏这么多年, 可不是为了便宜外人的。